小和小和同我一樣 成為PocaPoca村的一員嗎? 歡迎贊助我們 不僅可以成為村莊的村民、秘書與總幹事之外 最重要的是 能夠讓我們持續穩定的帶給大家 更多來自PocaPoca村的故事喔 點擊本局簡介中的連結 看更多資訊吧 啊!差點忘了 還有機會可以聽見隱藏版的故事喔 快來加入我們吧! 哈囉大家好 歡迎來到PocaPoca故事村 我是村長Poca 在這個節目裡 我將跟大家分享村莊居民們發生的小故事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故事 歡迎訂閱我們的Podcast節目 Poca村長的故事時間 以及YouTube頻道PocaPoca故事村 也請替我們分享節目給身旁的家人與朋友 讓更多人認識我們喔 大家喜歡喝果汁嗎? 你喜歡喝哪一種果汁呢? 是蘋果汁? 葡萄汁? 柳橙汁? 還是喜歡加了牛奶的木瓜牛奶? 或是西瓜牛奶呢? 今天小河童要跟大家介紹他最喜歡的一種果汁 一起來聽聽看是什麼吧 歡迎來到小河童日記 今天的日記是 熱到流了好多的汗 每次在家裡 我最期待的就是 電鈴響起的那一刻 門的後面會是誰呢? 是我或媽媽的朋友嗎? 還是郵差呢? 啊! 是專門送包裹的貓咪先生 貓咪先生今天送來了一個看起來又大又重的紙箱 啊! 啊!啊!啊! 小心!小心! 只見貓咪先生氣喘吁吁的將紙箱放下 紙箱裡面裝的是什麼呢? 原來是來自羅賓家的蔬菜箱 班上的同學兔子羅賓家裡有農場與果園 我和媽媽每過一段時間 都會向他們訂購一箱蔬菜 提供我們一到兩個星期吃 裡面可能會有高麗菜 茄子 菇類 紅蘿蔔等等 每次都不太一樣喔 不過今天的蔬菜箱 好像特別重欸 為什麼呢? 打開蔬菜箱 裡面有一張羅賓手寫的紙條 紙條上面寫道 這是給小河童的驚喜喔 給我的驚喜嗎? 那會是什麼呢? 啊 蔬菜箱裡面還放著一種我很喜歡的水果 這種水果的皮 這種水果的皮黑黑的 也有的皮是綠色的 她的頭 她的頭瘦瘦的 她的頭瘦瘦的 沒錯 沒錯 就是 酪梨 第一次看到 酪梨 第一次看到酪梨時 是在羅賓的家 我當時覺得 酪梨看起來軟軟爛爛爛的 一點也不好吃的樣子 當時羅賓還跟我說 小河童 你不要小看酪梨喔 他可以做出許多美味的料理 我回家之後 還真的試過了許多的吃法 像是在白飯上面放上去掉皮的酪梨 並淋上醬油 攪一攪攪一攪 或是起司蛋吐司裡面 夾一些酪梨 甚至還在咖哩飯裡面 夾上酪梨喔 但是全部裡面 我最喜歡的 就是羅賓教我製作的 酪梨牛奶 酪梨牛奶的做法非常簡單 大家可以拿紙和筆擠下來喔 只要將牛奶 蜂蜜 還有酪梨的果肉 放到果汁機裡面攪拌 咦 等一下 我差點就忘了 另一個能夠讓酪梨牛奶 變得超好喝的秘訣喔 就是 布丁 如果把布丁加進去之前 你想要偷吃一口 也是可以啦 但記得 不要全部吃光喔 好啦 總之呢 就是將牛奶 蜂蜜 酪梨的果肉 還有布丁 通通通通放到果汁機裡面 按下攪拌鍵 美味的酪梨牛奶 就完成了 還記得第一次喝到羅賓做的酪梨牛奶時 覺得它長的綠綠的 稠稠的 一點也不可愛 味道一定很可怕 但鼓起勇氣喝了之後 我嚇了一大跳 因為 這是個和我想像中 完全不一樣的味道 原本軟爛的酪梨 和大家混在一起後 讓果汁的口感綿密了起來 此外 還讓甜甜的蜂蜜 與布丁的滋味 全部都自然的融合在一起 簡直是太好喝了 從那之後 每到夏天 我都會一直問羅賓 羅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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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酪梨的季節到了嗎 羅賓 羅賓 你們家的酪梨成熟了嗎 羅賓 羅賓 什麼時候才能吃到酪梨呢 羅賓一定被我弄得很煩吧 不過也是因為這樣 今天我才能收到 這麼驚奇的禮物啊 好了好了 不多說了 我要趕快來做酪梨牛奶咯 歡迎大家也可以一起做做看 告訴我你的想法哦 哎呀 真的很好喝啦 聽完今天的故事之後 不知道有沒有人跟小和彤一樣 很喜歡喝酪梨牛奶呢 現在台灣正是酪梨的產季 有空的時候 不妨跟家人在家裡製作看看酪梨牛奶哦 好啦 今天的節目就到這裡了 如果你喜歡小和彤 歡迎到各大網路書店購買 小和彤成長犀利繪本 一共三冊 那麼 剖卡成長的故事時間 我們下次再見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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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再見囉